在古代,妃子们处心积虑地想要获得皇帝的宠幸, 巴不得每天让皇帝睡在他们房里, 只有这样才能带下皇子,母嫔子贵。 但是如果宫里的妃子来了这个东西, 那就会对皇帝加以蔽之,这个东西就是大姨妈。 大姨妈是每个女人的正常生理现象, 当然宫里的妃子也不例外, 妃子大姨妈来了之后,就算再怎么想去争宠, 恐怕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体。 再者说,皇帝在临姓的时候, 见血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, 折寿不说还会影响国运, 所以这些后宫美女通常都会做好准备。 在汉朝时期,如果宫里的妃子来了大姨妈, 或者是说有了身孕, 就会戴上一枚金戒子来提醒皇上, 金戒子有着金戒之的含义, 而皇帝也会识相地不去闯这个红灯, 当然这也不排除有些奇葩皇帝喜欢寻求刺激。 唐朝虽然国风开放, 但是对于大姨妈却是实行密奏的方式, 妃子们会密奏皇上称自己不方便行事, 让皇上去找别人。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方式, 有的在房门口挂上红灯笼, 有的在手上系个红绳子。 各种各样的方式层出不穷, 巧妙地提醒着自己不方便, 让皇帝识去地找别人。 一直到明清朝, 这件事才正式被完美地解决。 皇宫内有个独特的部门, 人称静氏房, 在静氏房中, 每个妃子都有一个身份牌子, 皇上用晚餐的时候负责事项的太监, 就会将这些牌子和晚餐, 一起送到皇帝用餐的地方。 皇帝吃完饭后, 若是有心情就会随机翻一个牌子, 翻到谁就是谁要陪皇帝过夜。 不同的年代告知妃嫔来大姨妈的方式, 都是不同的, 一直到清朝才步入了正轨, 有了专门的机构, 这样妃子和皇帝就都可以省心方便了。